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大行觀世》 我們今天請來恆生私人銀行信託服務主管陸廷龍 跟我們談談美國股市和樓市的未來情況 Alan 你好 Alan 你好 聯儲局仍然維持量化寬鬆措施 當地在8月份的樓價已經創了7年以來最大升幅 而上月的消費信心和零售數據就差過市場預期 聯儲局最快會在甚麼時間才縮減買債的規模呢 聯儲局這個月的議息會議其實沒有給出一個確實的時間表 就是它何時會實際操作所謂的退市計劃 而這個退市計劃就是由它現在每個月購買850億債券行動中 減少買債的數量 其實現在美國經濟的數據其實也挺參差的 當然我們看到有一些實質的數據 包括樓市數據似乎是見底回升 但這個所謂的樓市復甦其實可能只是涵蓋了一些美國主要的城市 而美國的復原這麼說 有很多可能是地區或者人口比較少的地方 樓價其實都是因為失業的情況 或者經濟比較低迷而比較差一些 所以我們很難就用一兩個月的數據 就說美國經濟現在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強勁復甦的地步 當然現在美國面對的問題 不是單止聯儲局的退市行動何時開始 而另一個更加令到聯儲局或者投資市場更加關心 就是因為剛剛在10月初那個所謂美國財赤上行的談判 其實是沒有解決的 只是將它延遲到2014年的1月中開始再談判 而死線就定了在2月7日 所以這個其實是更加大的議題 我相信在未解決這個議題之前 聯儲局無論是新舊的主席 都不會在明年的第一季之前 啟動任何實質買債計劃的削減 這個我想會令到市場覺得貨幣政策 在未來三至六個月之內的轉向其實機會是非常少的 由年初至今美股創了新高 你預計今季的升勢會不會能夠維持呢 美股的升勢都持續了一段幾長的時間 雖然那個美股的指數不斷創新高 但是隨著美國的公司公佈業績 和那個市場的氣氛 這個仍然都覺得資金是挺樂觀於美國 整體那個市場的表現 是優於這個亞洲區或者歐元區 所以我想即使大家覺得美股指數很高 但是在沒有任何明顯的經濟衰退 或者美國聯儲局扭轉現在的貨幣政策之前 可能美股會仍然維持在一個高位 橫行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我也都見不到純粹是因為美股指數很高 而它有一個所謂叫泡沫 甚至可能資金會大幅度撤出 這個美國股票市場的行動 美國樓市在今季和明年 你預計那個升勢是否都會維持 美國樓市很主要取決於 究竟美國那個案件結束 可以維持在低位多久 這個是對於本土的購買者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當然美國樓市除了是本地的賣家之外 也都近這兩年 因為那個環球那個資產那個價格 升幅都很大 有些資金是由一些新興市場 可能升得太多的地區 將資金轉移投資 分散投資在美國或者歐洲的地方 這方面都造成美國樓市 接收了大量海外的資金 而推高了某些可能是沿海 或者是主要城市的房價 我想美國樓市其實就 建底的可能性就比較高一點 但是你說它要全面上升 而恢復到2007、2008年之前 那個這樣的景象其實都比較難一點 我想2014年可能都是保持一個平穩 因為它的幅度就算你說它真的會升 其實都可能是說10%以下 多謝Ellen的分析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分析投資趨勢